Hello,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NFT了没,跟着Peter一起转 我们来到我们的NFTP Show 12月12号 今天是礼拜一晚上 我们今天看到市场上非常多 我觉得个人觉得是非常夸张的新闻 为什么说夸张呢 因为看到了美国政府挑出来 政府指的当然是他们的SEC 以及他们这些相对监管的官员跟前官员 那对一些市场上不一样的项目 提出他们的看法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吧 首先先大家来看一下整个币圈价格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市场 今天的市场才是一个在跌 昨天从凌晨 今天其实凌晨大概是4点钟 5点钟开始跌 但是如果你看24小时整个回挡的幅度 比特币来到0.75% 现在是17000 来到1.61% 现在是1252 那这个地方其实都在这个地方盘呢 但是我们跟大家讲说 其实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大幅的回挡 B&B这个地方回了4.83% 因为B&B今天被发的很厉害啊 现在要275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 第一个带大家来看什么 U.S. Senator That's no reason why crypto should exist 我觉得这个就是 现在美国政府 跳出来 那跟所有的人讲 说我们市场上 其实现在不需要任何的加密资产啊 那这当然 这个是参议院里面的一个参议员 那这参议员其实跳出来讲说 我认为呢 现在我们整个市场上 其实不需要任何的crypto啊 The problem is we are regulated pointed this out to some of the regulators he had a week or two if we regulate it it might give the ability of people to think it's real 他说如果我们监管他 大家就觉得他是 it's real 但是actually that thing is not real 他们认为这不是真的 如果你去监管他 他就是真的 那他说 FTX之后 目前为止看起来 所有东西 看整crypto通过假 那这个Joe Taster 这John John Taster 告诉这个记者啊 他说对他来讲 所有东西都是 it's like bullshit 全部都是假 那待会再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我是认为FTX之后 那整个美国 趁这个机会啊 倾向FTX的这帮人 那当然之前非常的都在台面上了 那除了这帮之外 非倾FTX的人 趁这个时候就来打压crypto 那顺便讲说 你看你们跟FTX这么好 就FTX垮 你看骗子 那趁这个机会来打压 us justice department is split over charging binance crypto world folders 那这我觉得非常搞笑 当然呢 你说美国的司法部 来讲这个binance有可能涉嫌洗钱 跟各方面的状况 但是大家知道 这binance us只是唯一一个在美国 接受美国人可以用的 binance的一个机构 那binance基本上在全世界都有 那你说FTX当初 是FTX us在美国 接受美国的使用者 那FTX之外的global 那或是international 那基本上跟美国 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目前为止你看 这个justed department 就讲说 他们现在开始要对造成本 对叫做cg造 所以做出一些 这个调查 那甚至呢 official have discussed possible please deal with binance attorneys 他说哎 是不是跟binance这边的律师 看有一些什么样的讨论 那目前为止 binance是受到调查 那调查的内容是洗钱 跟所谓的criminal sanction violation 就是跟这个犯罪同伙 对一些往来的活动 那binance现在目前讲说 哎 我们现在这一根 就是us justice 没有办法透露任何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我一看了 其实当初最早 binance其实在全世界的地方 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找到之前的官员 或者是各个地方政府的首长 让他们请来当advisor 他们想要在全世界 想办法要合法化 当然我对binance 没有特别说 binance一定是比较好 或者比较不好 只是站在一个中立角度来讲 美国凭什么去调查 其他国家的交易所 特别是binance 其实早期 binance的交易所的office 在上海香港各级这个地方 那他们现在office 其实都已经不见了 所以他不让你知道他office在哪里 很多都是 全部都是线上的office了 那好多的朋友都是在家里工作 那所以你说这个为什么 us justice department跳出来 去chargebinance 那这个我觉得是完全是政治的操作 那binance今天也是因为这个新滚的话 这bnb也是跌了 刚才给大家看跌 增益快5% 那这边也是讲 us prosecutors look to in charge to charge binance and cg on possible money laundering violation 路透社指出 有可能 美国司法部要来 提告 提告就是 照常棚 还有cg 那还有整个binance的部分 他讲binance最早 2018年就开始在全世界 他觉得就是有一些犯罪的一些事迹 那据我们所知binance 因不是说binance 全世界的交易所 或多或少都会有不同的资金来源 有可能这资金来源就是不明的 因为早期不管是201几年开始 crypto都是用来 做一些跨境的一些大的不同的商品的交易 这些商品交易有可能包括 军火 有可能包括毒品 有可能包括不同的其他的这种内容 那所以所以binance这个地方 你说以前早期会不会被人家拿当 洗钱的一个平台跟工具 有可能 但是这是他的用户做这些事吗 至于是否会有这样的一个最后调查 出来 是什么样状况 嘿 很难讲 那这边 南安政府这边的执法机构出来讲 讲BBC的新闻讲到 这个都换 再找到了 在Siberia Siberia Siberia 这边基本上也是在整个全世界里面 是比较偏 就是怎么讲 你不能说它是邪恶走心果吧 那就不是像这么主流的一个国家 你看 South American South American Attorneys say They believe Jau Kwan The failed cryptocurrency Bossed behind 40 billion Collapse of Terra Used Luna Is hiding in Siberia 那之前大家一直在猜 会不会是在哪一个小国 哪一个岛的国家 甚至会不会在杜拜 甚至什么地方 后来他们最后其实发现 他其实从新加坡离开 Luna最早的office应该新加坡 那Miss Kwan 对不对 他这边denied hiding 他说我其实没有躲 我只不过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们没有来找我爸 并不是代表我躲起来 那他这个地方 其实现在跟大家讲说 我似乎是在Siberia 你们有机会想找我可以来 然后这边一个文章讲说 这个SEC 证监会 美国证监会 Formal SEC Regulator 美国之前证监会的 这个监管的人 讲说Binance 他们提出的Proof of Reserve 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么好 那人家都已经自动提出了Proof of Reserve 那你再跟大家讲说 好像没有这么好 那这什么意思呢 你看他这边讲说 现在 他 现在这个地方 Binance 哦这个这个官员呢 他在SEC里面做了18年 那他主要是做 这个监管相关的 那当然是法律啊 以及监管相关的工作 那这个地方 他其实跳出来 他讲了一些事情 那第一个他讲说 OK The Tether is running the Ponzi theme 那Without Tether There's a Tether Tether is running the Ponzi theme 他说我们叫USTD 其实是一个房式骗局 那但是除了USTC之外 他这边还有跟大家讲 那好像Tether之外 那Binance好像目前为止 看起来啊 他这个Firm is it that was sophisticated and well capitalized 目前看起来Binance好像还不错 但是呢 他里面有一些内容呢 感觉跟你们认为的不太一样啊 他说 I'm sorry but 所谓的Port of Reserve 不是 所谓 他说 这Port of Reserve 其实就是一个 不是一个很正 正式的一个讲法 It's the Misrepresentation 目前为止 Misrepresentation 就是他目前解释出来 或写释出来 不是一个 最正确的一个做法 有一点点误导大家 那也就是这样子 他讲说 大家要 如果真的要去看啊 你所谓的Port of Reserve 应该是要mercletree 这四企业上现在应该做的最好 应该是cranken 你要里面的mercletree 之后你要一个一个mercletree去对 如果你的wallet里面有的资产 跟客户的wallet的 客户账户里面 外的资产 跟你本身账本上的资产要对啊 如果你每笔资产都对到 都百分之 你跟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多少百分比以上 代表你这个交易所里面所拥有 的这个资产的 这个是真实度了 那这个才是所谓的 真正的pool of reserve 那特别如果在账本上 你看到资产负债表 你pool of reserve 是不是一个liability 对不对 客人把钱放在这里 对你来讲这是一个负债 那这边最大新闻 就讲 binance pool of reserve the red flag 这个report 就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人之外 那他这篇文章 他又讲到 我们发现呢 binance97%的collateral 并没有在他整个 这个out of scope 就他原本proved reserve 报告里面没有讲这些 那这些包括什么 那包括一些margin 还有loan 还有service offering result 那很多一些balance 在他整个customer liability report里面 并没有特别指出 我刚刚跟大家讲 为什么讲liability 就是客人把钱放在你这 但是对你来讲 这其实不是一个资产 你是一个负债 客人把钱建给你 其实是一个负债 但是你看binance 这边他讲说 binance有一个101%的 所谓的collaborated 那就代表他本身 自己这边的资产 他会比客人放进来资产 多一点 这个资产保护资产内容 那binance pool of reserve 看起来好像很不错 但是在不同的 我觉得是不同的监管机构 跟不同的这个角度来看 SEC 的角度来看 觉得这个并不是很好 没有完全完全的 就是proof说 binance他本身就有这么多资产 那我觉得这个也有可能 是拿来用炒作 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 整个ftx倒了之后 不是倒了 现在呢 最重要的事情是 Sam 其实目前为止 他做两件事 我觉得他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还是跟大家讲说 我做错了 我想要做一些弥补 那还有所有政治上 这些伙伴 那媒体上伙伴 我们当初我照顾了你这么多 那你现在你要想办法来帮我 帮我有几点 第一 我就出来 每一个媒体去做interview 去跟大家讲 如果道歉 那我想办法补偿 我认错 第一 第二 他会讲说 哎 binance 这样子搞我 我把他搞回来 所以他就找各个媒体 想办法 对binance做出一些攻击 那相对的 政治相关的 他肯定是动用他自己人的 能动用的SEC 你看 就是Garry 就Garry Gansher 就是他最好的导师 在SEC里面的chairman 那他等于是这个地方 政监会想办法来搞binance 所以现在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监管 justice 第一个是justice 法务部 第二个是SEC 政监会 就是开始针对binance 就要做出一些这个反制 那这个我觉得全部就是中美角力大战 的一个延伸吗 我现在是在总理 没有说谁觉得对或谁觉得错 只不可以看得出来后面 很多一个部分是有政治的色彩介入 那今天我们其实跟大家聊着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大家有问题的话 感谢所有家族朋友 请大家明天来 好玩再见 拜拜